好 繼續我請蔡總統 我們來看到 加大業大的大同集團 大同同學院 你的母校 我們來看看這兩家綠能 還有華映 市值不到50億的子公司 爆發了財務危機 居然撼動了700億的航母集團 大同集團一共有7家的上市櫃公司 不過關開他們的財報 居然過去10年 整個集團一共虧了 將近1300億台幣 好大一筆錢 尤其虧在什麼地方 虧在光電面板的華映跟胡華 這兩個是脫油品 去年年底的話 華映還向法院申請重整 講白話一點就是避免破產 必須要走這一條路 所以事情大條了 全台灣超過了10年 虧損上千億 而不倒的只有兩個 一個是台塑集團 因為他也虧了幾千億 再所謂的記憶體 但台塑集團本業很賺錢 但是大同的本業不賺錢 那有什麼神秘的力量 居然10年虧了上千億而不倒 就是他這個神秘的子公司 叫做上智資產 因為在很多年前 大同集團把他們旗下 非常有價值的土地資產 全部移轉到上智資產 所以上智資產 變成了他們的一個小經濟 他扮演什麼樣的一個角色 我們來看一下 他可以依住財報 他上智資產旗下的 擁有的房地產 你看台北市中山北路 在大同大學旁邊這個地方 就足足1萬坪 從土寸金的大同大學 光這1萬坪 恐怕就是幾百億的價值 好 再過來我們看一下 這個捷印南京復興站的房地產 他在2017年的時候 以將近數以賣給了金控公司 你看 哪一年財報 假如沒有這個神來一筆的話 這個財報是要虧 虧將近2億 我資產給他一灌下去了以後 變成賺了什麼 將近9億 上資資產那個地位 你就可以看得出來了 好 那最近不是有一些 財務的危機嗎 他把台北市仁愛路三段的 胡龍大樓 這個是在胡娃飯店的旁邊 在林英大道旁邊 他光這裡的土地 大概一賣至少70億 又可以解藍美自己 但是市場派 有人要搶股錢說不行 我們假如把它督更之後 應該價值是200億 所以他影響很大 再過來 這個上資資產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功能 是什麼功能 他這個 融資倍書保證的蛋白物品 大家一定想 這個華印這些共識 都得了解 都得了解 為什麼還可以 從銀行搬錢出來 對不對 你有沒有想過 因為上資資產 旗下這麼多值錢的這些黃金地段 我就拿去抵押一小塊 對啊 我做保 你們再繼續繼續借錢 那現在問題就是說撐不下去了 也加上有陰謀論 股權的爭奪 我就故意讓這個華印 白痕了以後 一串的肉質 全部露種 全部都發生了問題 這樣的話 大同光是這一波的股票 就跌了40% 跌到了市場派的持股成本 他們銀行的股票的殖壓 也可能要追繳保證性 好 所以到底大同集團 我們看到他 這個航母遇到了亂流 但是他的口袋到底多深 剛剛講到的這家神秘的子公司 我給大家看兩個數字 他的身家有上千億的土地 攢下了47萬坪的土地 拽在口袋裡 蔡總告訴我們 會走到今天 原來說到底 人家大同一開始不是賣電器 不是賣電鍋 不是賣電風扇的 他是營造廠 營造公司 對 這個大同他們前身 叫做協志商社 這個就是創辦人林上智 就是現在林衛山的爺爺 他們的確是跟房地產 營造有關係的 當時日記時代 林上智的話做一些公共工程 營造的包商 有一個故事很好聽 他說新電信的這個提皇 林上智就把它包下來了 包下來了以後 第一次快完工了 連續了大雨把提皇衝回了 衝回了以後 有的人就放棄了 對不對 他繼續蓋 第二次又快完工了 又下雨了 又衝回了 這樣前後四次 所以林衛山回憶說 他爺爺幾乎是請家蕩產 來完成這個新電信的提皇 完成以後 日本人一看說 這個台籍的包商 真的有兩下子 好 那你取得人家的信任 後來你看行政院大樓 誰蓋的 林上智大同他們以前蓋的 松山機場 台中機場 這個你看 在當時那個時空環境 都是非常重要台灣的一個建設 全部都是什麼 林上智的 所以當我們現在看到 中校東路 中校西路的這個 行政院的大樓初級工程 大同蓋的 松山機場第一級工程 也是大同蓋的 對啊 所以大同的確從營造這個 黃地產起家 但是後來 這個國民政府來台了以後 台灣準備什麼 工業經濟的起揮了 所以第二代的掌門的 林挺身的時候 想不行 我們剛開始 這樣不能再做營造 工業要起揮的時候 工業報國 做什麼 做一些電錶 馬達 變壓器 給台電使用 這裡面 你看 他多厲害 在1965年的時候 那時候這個越戰 所以台灣又跟美國的關係很好 還有美軍要在越南登陸的時候 登陸了那個戰板 大同生產的 更厲害 他直接送了1萬KVA的變壓器 給越南 因為越南那時候 沒有這個東西給他 後來2005年的時候 這個大同就回去越南 想去越南投資 當地的觀點說 你們是大同 對 我告訴你 你40年前送給我們那個變壓器 現在還在運轉之中 這證明什麼 堅固又難用 大同的國貨真的是難用 他說聽到這個地方 但我們也突然插一個 原來大同集團 我們以為你是賣家電 你賣電器的 沒有 那變副業了 他真正主業原來是營造 他當地主 當包主公 其實我們對大同的連結 還是在電器 一支電風 一支電鍋 其實在這個背後 都有我們共同成長的記憶 今天 蔡總教我們講幾個 像這個大同電鍋 大同大同國貨豪 這個居然是什麼 我們講說日古台皮 居然裡面有東芝有三菱的DNA在裡面 後來台灣的經濟也慢慢的好了 所以大家有一點錢了 那有一點錢的時候 你知道在民國五六零年代 這個女孩子要出嫁的時候 娘家都會準備了三個嫁妝 就是這個電扇 冰箱 還有縫紋機 其中大同就包辦了兩項 所以他的國貨的概念 就生殖人心 後來這個林廷說不行 我們不能永遠都是 只靠這些公共工程 我們要轉型 所以他要去國外買了 一台的電扇 你看當年電扇就這麼簡陋 但是當年這已經是科技產品了 拿回來這個國外的電扇拿回來 叫大同的工程人員 給我猜 猜 猜 逆向工程 對 猜完了以後 推出了大同也是國產 第一台的電扇 那時候電扇多貴你知道嗎 因為那時候舊台幣要換新台幣 居然每台的售價一兩黃金 沒有聽錯 這台電扇 是一兩黃金的這個價值 奢侈品 你還是要買一台給他賠價 對啊 還是要賠價 然後另外一個電鍋 尤其這個是大同的代表作 講到電鍋的話 不是大同花名的 是日本的東資 以前我們知道 煮飯的話要用火炊 後來就改成電鍋 但是最早的這個電鍋的時候 沒有定時的功能 你還是在旁邊顧 也不忙 也很麻煩 後來東資 他就用了一個定時的一個技術 再過來他會養一杯水 大概煮了20分鐘 煮出來的米是最好吃的 是 所以花名了 花名了以後 這個是東資電鍋 電鍋一阿貨 你看當時這個新販售 這個廣告都做這麼大 那為什麼 為什麼大同後來的電鍋的原型 跟東資的一阿貨完全幾乎一樣 就是我們台比日股 因為在那個年代 沒有所謂的專利技術 所以東資這個電鍋很厲害 出來以後 等於技術是什麼 開放的 大同因為也很厲害 看到這樣的電鍋以後 馬上就把它互製 互製了以後 推出來的這個電鍋 就很像東資的電鍋 但是大同也因為這個關係 後來跟東資在電器這個部分 有深密的深切的合作